再開始 各位 好 謝謝 那個 謝謝 今天大家 一起來我們 這一個地方 就 我們很快開始就是 我們 是誰 我們在哪裡 我們今天想要來跟大家聊一聊 關於不義子的公共推廣 跟開放系統 那在這個開始之前 先很快速的 我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雲佑 然後 大家都叫我阿佑 那我是一個 喜歡研究紀念碑的人 那我的背景是歷史系 那我之前在加哥 藝術學院我的研究領域 就是跟紀念碑有關這樣子 那然後 我做過和不義子相關的工作是 我是 人權博物館的廠商 我也是 促轉會的廠商 然後 我也是 就是 我是藝術家 我也是廠商 我有做過創作跟不義子有關 我也有接過 政府的標案 是跟不義子的推廣有關 這是我很實質上 跟不義子 在官方上 就是很明確可以找到的身份 然後我們回答 大家可以給我介紹一下 嗯 大家好 我叫益榮 就是中間那一位 那我是 跟不義子的關係是 就是這一次 我是人權博物館 就是有辦一個不義子的推廣企劃的展覽 那我是參加的其中一個創作者 那我是做不義巧克力的那一個創作者 那所以我們的自我介紹都跟我們的創作有點關係 因為我是從食物切入來推廣不義子 所以我就寫說我是喜歡吃永康的肉龜亞的人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肉龜亞是什麼 可以自己上網查 那我本身是廣告系畢業的 那我是他的學妹 所以我就寫比右邊的小 那接下來就交棒給怡君 大家好 我是Judy 然後我一樣是參與就是 他應該是去年年底的一個不義子 是企劃推廣展 那我本身是做從人物的故事切入 讓大家去體驗他從被捕一直 被捕之前的生活的樣貌 一直到他被捕以後 執行的一個生命歷程 然後因為我的素材都從檔案裡面讀到 所以我是一個喜歡讀檔案的人 對 那我們今天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我們想 因為我們在來之前其實沒有辦法掌握到 就是說我們即將會面對到什麼樣子的觀眾 那我們今天的討論其實想要分成兩部分 第一部分是我們會跟大家做簡單的報告 第二個部分則是會跟大家 我們會想要問大家一些問題這樣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報告的內容 大概會是很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是不義以止 那這個不義以止它的詞條的脈絡來源又是什麼 那第二個事情是 我們覺得為什麼要認識這個以前 可能沒有聽過的歷史空間 當然可能很多在座的朋友也已經對這個議題有一點了解 但我們可能還是會說一下我們自己的想法 那也一樣就是說 我們還是會用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逮捕的流程 然後來跟大家介紹幾個重要的不義以致 這樣子 那最後就是我們也會分享一下 目前在台灣有哪些資源 是可以來幫助我們認識不義以致的 那在這個同時呢 就是我們也其實今天 因為 也主要是因為G0V 所以我們其實也很想透過這樣的場合 來問一些跟我們自己本身 完全不是在我們自己的專長領域裡面的問題 也是我們經常遇到的問題就是說 這些既有的研究資源成果 或者是公共推廣的成果 有什麼樣子的 有什麼樣子的方式可以保留它的公共性被留存下來 然後讓其他人可以繼續接續的使用 那第二個問題其實是經常會被問到 就是說那在地圖上 我可不可以找到這些資料 那這兩個問題 為什麼經常會遇到 這兩個問題 其實就是我們在 不管是在教學的現場 公共推廣的現場 然後甚至是 我們有時候會嘗試 進校園 然後我們也會做公共告示 可是公共告示後續的資訊 其實都會希望有一個更大的承接的地方 就是人家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 的一個平台或空間 那這個部分 我們等一下也會說明一下 就是說其實在不同的單位裡面 其實也有做一些 可是它呈現了一個非常零散的狀態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 好像是能夠再去0V這邊提出來 然後來聽聽看大家意見的一個現場 那這個是我們今天的slido 想請大家趕快先舉起我們的那個手機 然後掃描一下 就是說希望大家可以 剛剛我們提到這個問題 馬上有什麼想法 然後或者是有什麼問題 可以先丟進去slido裡面這樣子 給大家五秒鐘的時間 感謝大家 好那我們繼續往下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就是我們大概會有一個30分鐘的時間 然後最後有30分鐘的時間 想要跟大家一起來共同討論 那甚至原本不在討論問題上的問題 我們也很歡迎大家一起丟出來跟大家分享 那首先我們很快速的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什麼是不義遺址 就不義遺址這個名詞 其實有很多在不同的語境 然後不同的脈絡之下 然後有不同的詞彙 包含了就像傷痛地景 負面遺產 黑暗遺產 困難遺產 乃至於就是不義遺址 所以我們去到一些 不管是去到德國波蘭 然後甚至去到東歐的國家 我們可能在 在觀看二戰時期的歷史的時候 我們會當作某一種文化 旅遊參訪的一個對象 那在這樣子的分類裡面 廣義的來說 dark tourism 或者是monuments of injustice 或者memorial of injustice 都會被歸類在一個 一個大致上的範疇裡面 它大致上指向的是 人類的悲劇行為 或者是不當的暴力行為 所產生的一個大規模的遺址 這樣子 那但是再回到台灣的脈絡裡面 我們想要大家這邊 很快速跟大家說明一下 不義遺址的這個不義 它究竟是怎麼樣子出現的 不義遺址的這個詞彙的脈絡 它有兩個階段的一個脈絡 第一個階段的脈絡 是在政力軍在助產會成立之前 那在政力軍的辦公室裡面 他們開始執行委託 然後要求人權館開始進行 白色恐怖時期的史跡點的調查 所以第一階段的名稱 其實叫做白色恐怖時期史跡點 那這個史跡點的調查 在第一階段結束之後 敲定了45個地點 以及15個可能還可以延伸調查的地點 那以這45個為地點之後呢 就開始進行了所謂白色恐怖時期 史跡點的公共推廣的活動 那這個公共推廣活動開始慢慢推展了之後 大家就開始想 那要怎麼叫這個名詞 要怎麼叫這個名詞 那這個名詞呢 真正被定下來 其實是在處轉條例裡面 對就是有一個審定不義遺址的作業要點 那這個不義遺址的作業要點 其實是來自於 大家討論一下 要怎麼樣匡定這個法條的範圍 所留下來的名詞 所以 因為不義遺址這四個字實在是太好聽了 就太好記了 講出來就真的很不義嘛 就是 好像就是真的好不正義啊 太棒了 我這樣很好記 所以大家後來就叫他不義遺址 可是這個不義遺址其實造成了很多後續的困擾 像是你家被定成不義遺址 所以這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說 不義遺址這一個名詞 在這邊 其實它大致上分成兩類 就是 第一個是我可能要唸給大家聽 鎮壓強迫失蹤 法外處決 強制勞動 強制思想改造 以及其他侵犯人權事件的場所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行政司法軍隊 警察情治以及其他體制系統 實施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程序制 侵犯人權行為之逮捕 拘禁 酷刑 強暴 偵訊審理 裁定 判決 執行徒刑 然後拘役 趕化感訓 槍決 埋葬以及其他相關場所 我們看到這其實是一個系列的一個 工作的順序 它是一個非常制度化的 也就是說其實 這兩條分別指向了兩件事情 一個是體制外的 一個是體制內的 體制外體制內 其實在台灣的歷史上 其實就很明確的指向 一個事件跟一個時期 那分別是哪個呢 那當然就是 一個是體制外的 一個是非制度性的 也就是我們的二八事件 在一個月的時間裡面 然後從基隆一路到高雄 然後到東部 這樣子的一個 瞬間發生的一個事件的流程 第二個當然就是指 我們白色恐怖時期 在戒嚴時期 那整個國家系統 透過體制化的法制 然後由系統 然後有法條基礎的 然後來進行人權的迫害 那這個就是 在當時不義遺址裡面 所規範的地點 有牽涉到台灣歷史裡面 兩個主要的面向的一個地點的分類 所以我們這邊只是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說 在這樣子的框架之下 就是我們怎麼去理解 除了說我們在一般的詞彙的領域 一般的詞彙脈絡裡面理解的 黑暗觀光概念裡面的不義遺址 以及回到台灣在法制的規範 在法條的規範裡面的不義遺址是哪些 那這個部分的話 還想要補充一點 大家就會問說 那這個不義遺址在哪裡啊 就不義遺址有這麼 好像有很多地點 那他究竟在哪裡 可是那現在要跟大家補充一下 很實際的實質的進度 就是說在目前為止 有明確公告不義遺址地點的機關 是以研究成果 而不是以法條明定的方式來公告 他是在15年的時候 人權館這邊第一次公佈了 十幾點調查的一個成果 那這個十幾點調查的成果呢 他第一次的時候先列了45個地點 這45個地點是完完全全以白色恐怖時期 為主的一個調查成果報告 所以大家可能會說那28 那或者是什麼 就是一步一步其實還有其他的 像就是其他的研究成果在推進 那在這個第一階段研究成果裡面呢 可以看得出來其實幾乎都集中在台北 那原則上也是因為說 最早期最主要的決策機關和 不管是羈押或者是判刑的場所 其實也都在台北 那所以第一階段公佈跟調查的結果 其實都當然都還是會以首都為主 那當然還有大家熟知的綠島 那還有海軍相關的事件發生在高雄的部分 然後台南的部分我們等一下後續也會說到說 後續其實還是有相關的研究 那 這個部分補充說明一下就是說 在地點的這個公告跟推進上面 初轉會這邊其實一直在不斷的推進 那只是說在這個實質的公告上面 他們還沒有正式的對外公告 然後以及他們嘗試在推的專法這個部分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要對外找到一個最完整的名單 然後以及是有機構的研究背書的話 可能還是以人權管的這個資料為主要的參考 那不遺址的遺址們現在長得又怎麼樣呢 那在台南其實最常大家知道 就是像湯長張紀念公園或湯長張故居 前一陣子非常知名的湯長張故居的一個重建的案子 那當然像南美館 然後新天地 大家可能不知道新天地以前也是館人的地方 然後其實都是在這個範疇裡面 那我們介紹幾個也是比較經常被討論到的地點 像行政院長官公署 它是所謂的保存良好的不義遺址 因為這個屋頂就在這裡 是當時228事件從迪化街一路遊行 然後繞過下面新公園電台 然後往上走走走走走走到這裡 然後群聚在這個位置 然後就是行政院長官公署開槍的地點 就會是在這個區域裡面 所以就是這個時候也遇到了一個很實質的問題 就是說那不義遺址 那到底是這個地方是不義遺址 還是被開槍的地點是不義遺址 所以就也會出現一些像這種 地點的確切範圍的爭議 然後你怎麼樣標定地號的問題 這個部分不會是今天討論的重點 但是只是想讓大家知道一下 可能會就是過程會衍生什麼樣子的討論跟爭議這樣 那或者是說 抱歉 跳得太快了 或者是說有一些地點已經消失 或者是產權超級複雜的 就是川端橋下南側的刑場 那這個部分的刑場的主要使用的用途 是在228事件時期的時候在這個地方做處決 那其實台北的橋沿著橋一路幾乎都有刑場 那像台北橋的話就是28事件跟百事恐怖時期 其實都有作為刑場 那至於台大這邊的話就會主要是用在百事恐怖時期 那現在在這個部分的話 它地點已經幾乎是全面的翻新 然後當然不可能所謂重現一個當時的狀態 因為當時可能只是一個泥灘地而已 那只是說這個也會遇到了一個在做歷史現場標示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很多的困難 那當然還有就是最經常被人家提起的青島東路3號 那青島東路3號等一下 一龍跟Judy這邊也會就是做比較仔細的說明 那我這邊只是很快速的補充就是說 現在青島東路3號的這個產權 基本上是它是整個軍方是當時在測速的時候 是整個全速把它變賣掉 所以是在這個區塊 林森然後正江然後青島這個範圍裡面 那現階段它是完完全全已經消失了 那我們這邊其實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是說 我們從不同的身份或角度 然後在做公共 在做這個歷史公共教育的一個推廣的過程裡面 其實也經常會問說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事情 然後這些東西已經消失了 那我們做的 我們是想要把房子蓋回去嗎 好像也不是 我們是想要叫上面的人 把房子都拆了 留一塊空地讓大家紀念嗎 其實好像也不是 那究竟我們在處理一個很奇異 就是不是想重建也不是想拆掉也不是想保存的一個歷史空間議題的時候 究竟是什麼在驅動我們 那我覺得以我自己的角度來說的話 我覺得可能很重要的事情其實就是在於 因為歷史空間會有一個歷史記憶的公共性 那我們很希望覺得說在那個現場會感受到那個公共性是被共同保有的 所以我們覺得那個公共性能夠被廣泛的認知到 是我們讓它不要再來的一個很關鍵的要素 那歷史空間的認識跟紙本知識的認識是兩個平行的渠道 那我們不能只是透過書面的知識來認識白色紅布希奇的歷史 我覺得對於地理空間上的標示 你我生活周遭可能隨時都會包含在這個歷史其中的這樣子的經驗 其實是需要深刻的用身體去感受的 所以這是我們認為就是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的不移植 其實是很需要被推廣以及被認識的 那我這邊很快速的說一下我們剛剛問題的前導 因為我們覺得大部分的知識有一點點散落在不同的地方 那像是人權館最重要的一份調查報告書 他是要進到人權館的網站裡面要點大概六個按鈕之後找到一個地方 再點到一個連結連出來到issue裡面 然後而且這裡面的字還會跑掉 然後就是凱題會歪歪的 就是那種大家經常在issue上遇到的問題 但還是很重要很推薦大家看一下這本書 然後或者是人權館也有做相關的展覽 然後推廣就是也有做手冊 那或者是人權館也有做一個不移植的資料庫 那這個資料庫上面的資訊其實遠遠不及他們當時出版的那一本 就是那一本調查報告裡面的內容 大概只有十分之一不到吧我覺得 然後或者是 可能會很 Hard code的就是像出版會的網站會用Q&A的方式來回答你關於什麼是不意義之的問題 所以我們 然後我覺得就是 台南就是優秀 就是走在前面 所以呢 台南已經不顧一切的 就是先出了一本人權歷史長子的這個書 那沒有這個書裡面其實也 對就是很快速的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統合性的知識 那出版品實體的 可是我們今天其實也想問的就是說 我們最終端的放在網路上的 有一個公共平台式的資訊 有什麼樣的去向 那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做哪些事情 或我們可以邀請誰或找誰來做哪些事情 好 那接下來我把麥克風交給Judy和益龍 好 就是其實 為什麼會這樣寫 其實就是 當初有很多受難者 他們在離開被逮捕到 到台北之前呢 其實都會被問這一句話 就是 誰誰誰請你跟我走一趟 所以我們想要用這樣子的東西做為開端 那這其實也是我創作的一個來源 那當初我是做了 以新竹地區的案件為背景 然後做了三位 這是後來都被槍決的政治犯 然後從他們的 從司中的傳單 因為我覺得每個當初 白色恐怖的受難者都是在消失在日常裡面的人 他們就是突然被帶走這樣 那這個是QR Code 然後 因為今天沒有時間細講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 對對再看看 那我想先簡單講一下就是 那麼多的遺址 剛剛 雲友大致做的介紹 那其實它裡面就是有一個 如果說不遺址 它其實是一個不易的處置流程 那人被逮捕以後 其實大概從偵訊審判到執行 這一整塊其實都是在台北進行的 就不管我今天是在新竹 我今天在桃園 我今天在台南 我只要被限定的 不管是憲兵隊 或者是警察局逮捕 我都會被全部移送到台北 那這個當中呢 就會有偵訊審判跟執行 這樣子的一個歷程 那在偵訊的時候呢 就是你也不一定只會待在一個空間 所以剛剛大家看到 剛剛全台灣的那個地圖裡面 其實偵訊空間非常的多 那每一個人他其實在偵訊的過程當中 他會待不只一個地點 那這個過程當中 他其實是一個完全與外界隔離的狀態 你如果是個學生 你媽媽 你爸爸 你的親人不會知道你在哪 那一直到審判階段 就是剛剛講的 比較重人皆知的青島東路3號 有 就是機會 就是做會面這個動作 那到執行以後 他就會有感訊 像是譬如說送去綠島 新生訓島處 或者是監禁 譬如說像是新店軍人監獄 那死刑 等一下我們也會讓大家看 那其實整條新店區上面 就有非常多的新場 那接下來呢 我跟益榮會用彼此搭配的方式 益榮用介紹空間的方式去說明 那我補充一些人物的故事的脈絡 這樣子來進行 我們可以從東本院寺開始跟大家做這件事嗎 大家有知道東本院寺在哪邊嗎 西 欸 你知道 Colplay知道 那 東本院寺其實 他是日治時期是長這樣 這一個印度風的建築 那是 就是一個佛寺 但是他在 之後 那個國民政府 是把這個 東本院寺就做為一個 偵訊的場所 那 因為他裡面有 非常多的 殘決人寰的事情發生了 所以 其實很多受難者前輩子把它稱為修羅煉獄的一個地方 那因為這邊也常常會秘密處決政治犯 所以就 非常的可靠 那現在這個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在西門町的獅子林大樓 然後 跟 武昌成平 的那個範圍 那 因為我做的創作是那個 不易巧克力 其實就是把 不易遺址的 平面的鳥看圖呢 把它做成一個 巧克力的形狀 然後放在地圖上面 來做一個地點的指認 那除了 就是可以邊吃巧克力 然後邊 看這個遺址上面的一些資訊 你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好 那這個差不多是1950到1967年的這個使用 那到了審判階段呢 在50年代的話 是在青島東路3號 剛才雲宥也有講到 那在大概70年代 就是1968之後呢 就是到了警美看守所 這個審判的地點 就是現在的國家人權博物館 那青島東路3號的話 他們有在博物館裡面 有做一個還原的模型 就是長這樣子 那剛才雲宥也有講到說 青島東路3號是在 中校東路然後 林森北路跟青島東路正江街這邊的一個 一整塊 那喜萊登大飯店大概就是在這邊 那下面就是一些什麼房支大樓啊 有一些立委的辦公室也在這邊 那因為審判的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政治受難者前輩 他們很多人是待在這個 呃 居留所裡面去等待的審判的到來 所以 像青島東路3號這個地方 就是被稱為說是 呃 鬼門關 就是你到底是 接下來會去到哪邊 會去到感訓呢 思想改造就是叫感訓 或者是監禁去綠島就服刑 或者是槍決 就是在這邊來做一個決定 那我再可以補充一下就是 青島東路3號這邊的情境 那大部分的就是正在他們被判死刑的時候 因為我就 呃 你不會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執行死刑嘛 那他們大概都是在清晨五六點的時候 就突然有人叫他們的名字 然後他們就會出去 然後在這個情境裡面 可能就會有一些受難的育友 他就會唱他喜歡聽的歌 或者是像大家 有接觸過這一題 可能比較了解的 他可能會唱安息歌 來送他就是從 呃 壓房走出去這樣的一段歷程 所以青島東路3號 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本書 叫無法送達的遺書 其實那些遺書也都是在 青島東路3號這一塊裡面的壓房去寫的 因為大家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被出去處刑 所以大家就會一直在裡面寫 所以很多遺書都是會寫說 我們在青島東路的哪一房 其實就是在這裡面發生的 然後如果大家有機會去那個 精美的人權博物館參觀的話 就也可以看到他們在壓房裡面的 就是那個牢房裡面的 關押的還原的模型 就是大概就是一個小房間 是說幾坪大 三或兩坪大的一個空間盒 就關了三十幾個人 就是非常的悶熱 然後大家都是沒辦法穿著衣服的狀態 因為真的太熱了 然後有很多蟲啊 就真的是 呃 就人權方面的話是非常的不平等的對待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到 就是呃 剛才有講的偵訊 然後審判再來就是執行 那執行我們先講的感訊的 就是思想改造 這個是綠島的新生訓導處 它是屬於保安司令部的 就是呃 警眾的前身 那新生訓導處是五六零年代 一個最大的思想改造的集中營 它呃 呃 裡面就像那個學校一樣 那我們一整天呢 就是要聽政治思想的改造課啊 或三民主義啊 或是做一些勞動 那新生就是在裡面被被關的前輩們呢 就是被稱為新生 那他們這個是用那個綠島的孤勞石自己蓋 就是他們也都是自己的牢房自己蓋 就是要要蓋這些東西 就是作為勞動 而且當時就是 就是行生加上管理人員的人數呢 是多達三千多人 是比綠島的當時的居民還要多的 那這個行生訓導處大概是一九五一到一九六五年的時候所用的 那現在呢 是綠島的紀念園區 就如果大家有去綠島玩 應該呃 有機會可以去參觀一下 像這個就是那個壓房 它還做了非常擬真的模型 這可能看不清楚 就是它有做那種蠟像 就是一進去就感受到就非常多人的感覺 嗯 那我這邊 不好意思 就是我這邊補充一下 像大家可以想像 就是他們其實在這裡面 他們也蠻多 就是會有一些自己 除了勞動以外 他們也會有自己一些能做的事情 但他們就是在有限的 呃條件跟空間裡面 比如說像就有前輩做了一把小提琴 送給他的 送給他孩子出生的 剛出生的小孩 然後甚至也有就是 呃 呃 前輩他為了感謝 就是自己的 呃 同伴每次幫他來都會帶東西 他都會跟他吃 所以他就把每次的米都留下來 然後年年年年成了一個紙書包 然後這些其實都是 就是在新生訓導處來紀念 就是呃 他們雖然被關愛著 但是他們還是有 就是相對來說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以及成為紀念屋的一個東西 好那下一個監禁的場所 我們是介紹的 新店軍人監獄 為什麼會介紹這個 其實也跟 呃 因為Judy做的是新竹案 所以其實 呃裡面有一個 前輩呢 他都是被關在新店軍人監獄 那新店軍人監獄 這個地方是 啟用最久的一個監獄 但是他是囚禁政治犯來說 最長的一個監獄 那管理非常嚴苛 他是 也是像賓州 就是美國賓州市的那種 集中管理的一個形狀 這邊可以看到 就是獄主只要站在中央的地方 他就可以管到這幾個牢房的人 那也因為就是他會 這邊會發生一些 淋虐跟刑囚的案件 而且設有單人的禁閉室 還有沒有隔離的病房 就如果發生什麼疫情的話 這邊就會大爆發 因為他是一個沒有隔離的病房 他就會把生病的人都關在 那個房間裡面 那這邊也曾經囚禁過 一些美麗島的人士 還有像雷鎮 而且他跟槍爵的一個地點 那個安坑刑場 是只有一丘之隔 就只有隔一個山丘而已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 下一頁就會介紹到 這個安坑刑場 就是新店軍人監獄在這邊 有看到那個形狀 這個是以前的航照圖 那安坑刑場在這邊 他是在一個新店的墓園裡面 那我們那時候有去看 他真的就是在一個小小的草叢 你也很難去定義說 在那邊放一個標示紀念碑 因為他就是一個草叢 那會知道那個地點是有前輩指認那個地點 這樣子 就其實白色恐怖時期很多的資料都是要交叉比對的 就是有口述歷史啊 或者是學者的一些調查 然後或者是判決書上面的寫下的文字 就是這些都要交叉比對 因為不見得說哪一個是真的 那像右邊這個是馬場丁刑場 是在萬華的 就青年公園旁邊的有一個馬場丁紀念公園那邊 那為什麼會有一個土丘 可能大家不知道 這土丘的來源其實這也是一個紀念碑 因為槍決過後地上會有一些血跡 那憲兵就會用腳把那個血跡用土埋住 那久了久了那邊就有一些小小的土丘 所以才在那邊蓋了一個大的土丘來做一個紀念 那其實在興建西的沿岸都有一些刑場 像是馬場丁啊或是水源地 還有水源路嗎 還有安坑 然後還有剛才雲佑提到的那個川端橋 就是在永和那個中正橋那邊 其實就是河灘地都會作為一個刑場使用 但是其實地點是很難被指的 因為它是一個範圍 這邊就是主要我們 因為我們在去年的推廣展裡面 有一位創作者 他就是利用沿岸的刑場 然後去做了建案廣告 所以它的推廣方式 對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沿岸的一個型態 然後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大家意識到說 其實整個沿岸其實散落著許多刑場 用這樣的方式去推廣大家 讓大家認識 好 那 對 這就是我們很簡單的用一個 來補到執行的一個流程 跟大家介紹 可能 就是幾個五六個不同的不義指的地點 那我們這邊想拉回來 因為在最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就有丟給大家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今天這樣子 我們覺得在今天這樣子的討論裡面 我們當然也可以有很多的討論 也許會後的討論也可以討論 就是說不義指現在的政策面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或者是說它在規劃上的問題是什麼 可是我們其實想跟大家分享 以及就是一起來研究的事情 其實是 因為我們在做公共教育推廣的時候 經常就會遇到 那我要去哪裡看這個資料 同學就會問這個問題 那我想舉一個例子就是說 我們前一陣子在台時播 跟台時播一起做一個工作坊 然後那個 因為台南這邊的資料 其實在Wiki上建的很完整 所以講到湯德章的時候 他就說你去看 他就跟同學說 你先去看湯德章的Wiki 隔天我們上課可以開始討論 所以這個動作其實對於 認識歷史的教學 其實是非常有幫助的 然後或者是說 對於不知道這個歷史的人 有一個網路上可以作為討論的地方 那所以我們其實想問大家 其實就是這兩個問題 最前面這兩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有研究資料的成果 那有很多不同的資料成果 那我們有什麼樣子的開源平台 是可以來承接這樣子的公共資源的 然後以及就是那在地圖上 我們有什麼方式 可以把它給標註出來 那這個其實是我們就不擅長的工作範圍 所以想在這邊丟出來 跟大家一起討論這樣子 然後如果大家就是想要回答這個問題的話 就可以使用剛才那個slider的QR Code 對或者是可以直接舉手說 你有什麼想法也可以直接講 對 我們再回到一下那個QR Code的介面 這個問題 好像有一個問題 可以先快速的回應一下這個問題 確實是目的是什麼 目標觀眾是誰 然後還有觀感都不太一樣 然後了解他們的需求才能設計出設計不同群眾的活動 這個教育活動確實是一個我們都會經常需要針對不同的對象來設定的 所以我們今天的問題裡面可能確實會有一部分可以討論到這個部分 就是說第三個問題其實就是說怎麼讓身邊的人知道 然後我們也都會鎖定不同 就我們也在練習針對不同的對象來提出不同的想法這樣子 那我們目前自己比較多工作的範圍 那以Duty來說他應該主要是以學校 國中跟高中為主對不對 他主要是以進到國中跟高中為主要的教學現場跟老師一起 那我自己這邊的話 比較多的工作範圍可能會是跟藝術工作者 然後或者是說也會進到機構裡面 然後我可能我們有要嘗試的工作是我要跟軍方說明這是什麼 需要跟機構內部的人員解釋一個標誌的意義是什麼 這會是我自己可能會接觸到的對象 那藝術本身應該是廣告工作者 他可能會是有一個更 怎麼說呢 就是 更開放性的一個更大眾一點 對對對 那 對就是 至於推廣不宜遺址的目的我覺得可能在一開始的時候也有提到 那我可以再重複一下就是說 介紹這個歷史其實好像是為了讓我們與身邊的人都共同承載一個我們大家都記得的事情 然後這個共同記得的事情 對我來說對我自己本身來說我覺得最核心的目的其實就是不要讓它再發生 然後我覺得這個好像是一個 我為什麼想讓別人知道可能有一個這樣子很深層的原因在裡面跟這個是有關係的這樣子 我可以分享一下那個我的想法 就是 其實我在做這個創作推廣的這個展覽之前呢 我其實對於白色恐怖的認知 其實跟很多一般人一樣就停留在歷史課本上而已 但是 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如果直接去談白色恐怖會覺得好像很沉重 就一般人就在生活中不太想談 所以我覺得 不義椅子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切入 它從空間歷史的角度去切 就 因為大家有可能會去看古蹟啊 或者是 就是 會以一種遊覽的 心態 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知識的心態去 去看這個白色恐怖歷史 所以我覺得 不義椅子這個切入角度是有機會讓更多人去了解白色恐怖歷史 而這段歷史其實也是深深影響著台灣 直到現在也都是一直影響著 那 其實我的 當初的創作就是希望說有更多的人可以去談論白色恐怖歷史 因為如果我們不去討論或是不去碰觸的話 這個歷史就會 隨著 這個 城市的變遷就是被大家所淡忘 那如果 淡忘的話 就其實就很有可能會有重蹈覆測的可能 就舉德國的例子來說好了 大家都覺得說德國是做轉型正義非常 先進的國家嘛 他們就是對於大屠殺這個都是 就是做了很極致的清理 就跟反省 甚至有做很多國際型的那種觀光景點 但是 但是他們在最近的一個市長的 是市長的類似嗎 那種地方選舉 就竟然是讓極右派是 擁護納粹的一個小黨的那個市長 就是他當選了 那可是這個市長他在24小時內就下台 因為民眾就很大的一個反彈的聲浪 所以這就告訴我們說 雖然是在德國這樣的國家 也有可能讓擁護威權體制的 立場的這個黨派他有可能會再崛起 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歷史帶給我們就是 這個所謂見骨之來的一個狀態 對對對 那像我自己做的那個Story Map 它其實是一個 一個叫ArcGIS的一個平台 那我個人覺得 雖然因為我當初選擇 選擇他主要一個原因 其實是他視覺上好看 我只看這件事 就是他還有他操作上面的辯解性 但後來就發現說 雖然說我做了 因為我讀了非常多的檔案 然後讀了非常多的口述 我整理出這三個人的生命路徑 但是就算我去Google 我打了他們的名字 這三個地圖是不會跑出來的 可能跟他平台有關 然後就會覺得有點可惜 然後同時也在想說 像其實那個平台 他到第一個地點 他也沒辦法 就是一個流暢的 他其實比較像是 線上的故事瀏覽 就覺得說不知道什麼方式可以 或者是什麼平台 會有更好的一個呈現 可以讓人是帶著走的 然後可以跟著他 就是他是一個引導的途徑 我不知道這樣講會不會太抽象 你就會覺得說他好像不是一個單獨的故事閱讀的人這樣 不好意思 那個因為我的手機沒電了 所以我們沒辦法在スライド上面留言 我是資訊科學背景的 然後對這個問題其實我有相當的興趣 然後如果是研究成果要被一般大眾方便 如果要用越南取用的話 剛才講者提到的那個Wikipedia 就是一個去處 就是說大家可以把 段落文字的敘述去豐富 他原本的詞條的內容 或者是興建一些詞條 然後 這是文字的這個部分 那如果有一些媒體像是 照片 現在這個場子的照片或者是 已經找到的 舊時候的照片 他在使用權力上 也允許的話 就可以放在那個Wikipedia common上面 就是讓這些變成是大家可以查找這個對象 那因為Wikipedia他這些 專案的網站的話 他 排名都很前面 所以如果放在上面的話 搜尋都會搜尋得到 那另外就是如果是原始的研究資料 就是資料集 比如說 這些已經調查好的場子的位置 坐標位置 那他可以在不同的應用系統裡面去呈現 像RGIS或是OpenStreetMap 這些資料集的話 這些資料集的話 就是這些資料集的話 其實也有研究資料寄存的場所 那我在專案研究院做研究 我們有經營一個叫做研究資料寄存所 所以在 我等一下再跟你講一下那個 服務的網址 那在那個寄存所上面就可以建一些專案 然後比如說這個是一個專案 這個專案之行 我們結束有一些研究成果 它是一個 Excel檔案好了 它是允許大家可以重複使用的 那Excel檔案就可以放在那邊 放在那邊同時給他一些描述的資訊 描述就是後設資料 給他重複的描述資訊 然後他就可以被人家使用 那當然一個問題是說放在那邊 有誰會知道放在那裡的呢 那我就幫我們的平台做一點廣告 就是如果你資料集放在那邊 你有做這個仔細的 後設資料的描述的話 Google找得到 就是到Google去做搜尋 Google現在國服務叫 Google Dataset Search 然後到那邊你講 比如說你的描述裡面 有提到不義一致 有提到台灣的話 那在那邊你可以講台灣不義一致 就會找到那個資料集 那如果等一下有時間的話 我可以在這方面再跟大家交換一下意見 我們就是花坑的 我們古典的術語就是希望今天有人可以跳坑 那老師我也想去問大家 因為Wikipedia好像是一個 有點像鬥爭的場所 大家會在裡面反覆的秀感這樣子 那像這樣子 因為大部分的無視的研究者 或者是說 就是其實對於把資料丟進去Wikipedia 我們自己其實也會不熟悉 像這樣子的話 用通常透過什麼樣的 有沒有什麼一種合作的方式 是有可能推移 所以就是建議你們參加4點半 有個Wikipedia的 在C1場次 等一下我也會過去 跟他們多交流 就好 因為我可以了解 就是做文史研究的 他們對他們的資料的 呈現的完整性 一致性 正確性 都非常的在意 那像放在Wikipedia上面 大家改來改去 心裡面就很難過 或者他不讓我放上去 所以它是一個爭議的 一個論述的場所 但是我們要熟悉 因為如果因為我們比較小心 不願意放上去的話 人家都找不到我們的論述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自己的東西 一定要放上去 不然大家看不到 那放上去也有個好處是 大家覺得你講得不夠清楚的話 大家會填補新的資訊下 就引導到一個協作的一個過程 那他的論述也許不是你原本想要呈現的 可能更豐富 可能更簡約一點 但是就是一個動態的前進的一個過程 我也有類似的經驗 因為我也是國家人權博物館的一方 我也知道他們的一些顧慮 我也知道他們的一些顧慮 這邊我們剛剛有開到一個 有一個留言是說 最簡單的方式是在Google Map Create一個 Map 再把地點標註出來 並分享連結 這個其實我們 對這個方法其實真的很有用 就是說其實是可以丟給人 就是我們自己其實也做了好幾個 然後但是我們在這個地方 其實也就遇到了一些問題 就是它好像沒有一個 因為我們總是越來越貪心 就是想要巧遇 就是你在看地圖的時候 突然發現旁邊怎麼有一個歷史地點 你點下去一下 然後就多了一個連結 就很希望它是一個 一個預設 而不是一個另外一個圖層這樣子 所以這是我們的那個 貪心的部分 想要知道說 有什麼方法可以推進 然後讓一個 就是把這些歷史地點 進到Google的一個基礎的 最近Google的那個地圖啊 是不是有那個中正紀念堂 跟龍山寺會很大 有個圖案 他們怎麼辦到這件事情 有辦法跟Google合作嗎 那他們自己自動做的 還是有 這應該是Google Google有辦法做 那 那 那你們有辦法跟Google 討論這件事情嗎 謝謝 我可以問一下 我上次得到的資訊 是這樣 就是說 Google的地圖範圖裡面 其實是以Google 共識為基準 然後這個共識為基準 其實很大成長參照 就是說 在那個地方 取得一個共識 就是會進到 一個地圖裡面 但是 因為 我們 在這方面的人際網路 實在是太薄弱了 所以就想說 來這邊 把自己 丟出來 問問看大家 會覺得這部分 可以怎麼來前進 這樣 好 好 謝謝 在他的 MayaLing的 website上面 所以他有把全世界 所有的紀念碑 都做了一個很大的 database 直接設計成一個數位的紀念碑 不曉得你知不知道 那 就是只要打 MayaLing.org 或是什麼 我就會找到他的 所以我們是不是 你們也會朝這個方向去呢 就是把所有你們想要公開的東西 變成一個 website 那所有的 他用 他用一個特殊的建築設計圖 做為一個設計 所以全部的 他設計過的所有的紀念碑 零音設計過的所有紀念碑 都在他的 website上面 直接呈現了 所以這是他自己的 當然他有很強大的一個背景 但是您好像也可以做到這個 你們好像也可以做到這個 我們可能 就這個部分對我們來說 好像會有兩個層次的 兩個領域的問題 一個問題是公共 有點像公共基礎建設 就是我覺得這個姿勢好像應該要成為 基礎建設的一環 然後我們在想像的是 怎麼把我們的東西 就是填塞進去 這個公共基礎設施裡面的某一些礦物 我們在尋找那個 框架有什麼地方 我們可以塞一些東西進去 這樣是我們 然後比較 也會想像說 如果自己做會長什麼樣子 但那個地方就很自由 不管是比如他這些選 或者是說 就是風格或設計 甚至取向 其實都很 我們就會 有一些自己的 可是就在覺得公共資源好像太缺少 就我們最大的教育好像是這個 就是資訊沒有一個公共的巡道 他好像完全沒有焦慮耶 他就是自己變成一個王國 然後讓其他的人進入他的王國 所以政府其實必須要仰賴他 就變成他自己太龐大了 政府必須要不斷的要求他 不是他去要求政府了 隱形的力量 所以政府不斷的拜託他 請他再設計 再設計 所以他變成了 比政府更強大的一個中心 他才是中央政府 他才是紀念碑的中央 就是變成這樣的一個狀態 中央委員會有開放博物館的網站 可以申請線上策展 謝謝 這個我們也回去可以研究一下 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原本想說先聚焦在這個線上的資料庫 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在台南這邊其實實質上正在發生的一個 其實已經有一兩年的時間 就是台南有一個台南市名人故居紀念告示 簡單來說就是在台南市的名人故居其實是可以有被申請作為一個歷史文化建築 然後掛上一塊告示的 那很古典我們在台灣的過去的行政思維裡面大部分都是由上而下 像是指定估計或者是指定提報 那可是台南的做法其實有一個由下而上的一個管道跟申請的過程 也就是說我們在想像 就是覺得這個地方曾經是跟台南市有緊密的關聯 那我可以主動的去申請 然後要求台南市政府把它列為台南市的一個名人故居這樣子 然後我們其實也一直在想像一件事情就是說 白色恐怖時期的這些歷史地點 因為到目前為止的指定其實都是由上而下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一直在想像一種架構是一種由下而上的 因為過去的受難者的數量這麼多 那地點其實也數不盡 那當然不是每一個地點都要做多盛大的一個紀念物或者是紀念儀式 可是去把這些地點標註出來好像有它的意義在 所以我們也是想分享一下我們覺得 因為我覺得今天來談一個可能跟開源或者是不同的模式吧 然後我覺得由下而上好像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覺得台南這個方法 其實應該有一部分有參照到柏林市的那個歷史古蹟建築的一個申請方式 由下而上的申請 那我也很希望不一致未來可以有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們也經常就會分享就是這樣的一個想法這樣 那或者是大家還有什麼其他覺得想要丟出來討論或者是分享的想法 我們也想聽聽看大家的意見 大概還有六七分鐘的時間這樣子 我自己想到是其實一個比較細節的問題 就是像剛剛講到說如果這些遺址可以被用作於觀光 這種對於過去的歷史上的悲劇的這種觀光行程會用到的工具的話 像剛剛講Google Map其實可以自己做個地圖 其實你可以請使用者將這個地圖匯入他的Google Map 所以他打開來他其實會直接看到所有你標記的這些地點 他就跟其他地點放在同一個等級這樣子 然後想到的是其實像台南很多什麼輕侶啊 或是餐廳或那個美食地圖 所以如果是觀光取向的話 要是常常會有這種實體的地圖 印在例如台北市的這些觀光客會去的地方 這個觀光資訊中心這種地方的話 好像也蠻有這個促進大家知道這些地點的效果 想到是這樣 請問一下說就是你們現在這邊跟 有跟處長會有任何的合作 感覺上是蠻 就是想要達成的事情是有點接近的 就是說是你把這些白色恐怖事情的 合作的話可能會是在某一些的委託工作上面會遇到 或者說就是會接受委託 然後包含了說像是紀念告示的 因為像剛剛提到的那個由下而上的這個紀念告示的這個想像 其實是在我們提供給處長會 處長會委託我們做一個類似像是 關於紀念告示的想像和研究裡面 我們有提出來的一個點這樣子 那這個比較就是像工作內容 我們可能會盡我們所能的 如果說有剛好接受到委託 那我們就支持他們 不管是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問題 可能因為知道說處長會現在正在工作的方向 以及他們遇到的困境是什麼 所以可能不會想要用提案的方式去增加他們的loading 這是可能因為知道他們現在就很辛苦了 然後如果再去丟一個案子 然後說你們怎麼不做這麼好的想法 然後好像這有點像是在你知道就是放火燒他們這樣子的感覺 我覺得有一些部分工作我覺得好像 因為這個事情本來其實民間就很 我自己覺得民間好像應該要 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 我覺得好像民間會 應該是 如果已經有政府來做東西的話 其實應該說 留在開門平台上 如果以時間找到辦法的話 也許時間直接由公部門來接受這東西 是最後再由他們來去開放出來 是會比較 我覺得好像我們的經驗裡面 官方最喜愛的事情就是做一個輸入我自己的網站 所以台北市政府也做了一個 然後處長會也做了一個APP 也開放 然後HR管也做了一個網站 然後台南市政府應該原本想說 好像被禁止 對不起我就是我心裡面在第一線 就是證券預算加起來可以租一支大群東進Wikipedia 然後把資料都就是你知道就整立 然後在那邊key資料 然後就勝掉了所有人的麻煩 可是那邊沒有人有credit 這是我覺得我在工作上很直接的問題 因為你不能做一個沒有credit的事情 對於政府單位來說 衝一下 我的看法是說把資料提供在Wikipedia上面是有credit的 因為他有一個提供的歷史 他會知道說這些段落是誰提供的 所以那如果把一些媒體照片放在Wikipedia上面 他都會都要標示是由誰提供的 然後他的授權方式最少是CCY就是姓名標示 或姓名標示相同分享 或者有些已經歸入公眾領域了 所以大家可以任何使用 不需要再取得其他人的同意 但是他也是會有個提供者 所以說如果已經有整理一批蠻珍貴的照片 這照片的權力是清楚的 意思是說知道是誰照的 他也願意是用CC授權的方式 他就可以提供到Wikipedia上面 然後他是就是一個貢獻 大家知道這個照片是由這個單位所貢獻的 所以我是覺得可以跟公部門去說服他們 說你做了很多研究案 拍了很多珍貴的照片 但是每次如果公眾要跟你拿來用的話 你還要授權什麼很麻煩 你就把這些照片放在Wikimedia上面就好了 好 這樣 下一次 叫我講話說 給他們溝通一下這個 這個時間 好 第二個問題就是 就是第一組的那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有一點點 就在剛剛拿到裡面問說 大家對於對話上 那主要其實還是想去交給前輩這個問題 就這樣 謝謝大家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的資訊可以留意 沒有 然後我們可以把今天的 我們可以把今天的那個link傳給大家 你到底有什麼方法 然後我們也會補充一下今天一些裡面的連結的字 也會讓大家可以來一下採訊 所以這樣就這樣 謝謝大家